小乐再次发声 表示自己想与林生斌一起离开杭州 网友看完着急了近日 林生斌现任妻子小乐说了一件事 让很多网友都变得紧张起来 因为他说自己有点想跟先生离开杭州 要知道这句话看似无意 实际上却透露出一个十分关键的信息 林生斌夫妇可能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 他们可以自由地去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如果他们真的有什么犯罪嫌疑 就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我个人的意见是 林生斌和《默幻经》之间的非正常关系 是谣言这个结论是真是假 已经无法通过正常手段得出了 毕竟谁家做那种事会让人看见呢 除非林生斌和《默幻经》有特殊爱好 再说《默幻经》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这个结论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呢 如果这次没有这个结论更有说服力 可是却连这个结论都出来了 那么根据是什么呢 现在对林生斌能起作用的 而且有说服力的只有测谎仪了 林生斌扔杯子以后就休停了 可见当时林生斌和小乐全家人都在给《默幻经》施压 虽然根据现在官方的通报来看 依然维持原有判断 可是这一切也只是目前的情况 如果纵火案真的有冤屈 我们相信后续一定会出现反转 小乐和林生斌如今活得如此逍遥自在 谁知道会不会是陌路狂欢呢 二 小乐晒出豪车 却又说要离开杭州 现在小乐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注册了很多账号 他还会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布不同的文案 有的是公关文 是为了维护他和林生斌的利益而写的 有的则是他的真情实感 其实在小乐的心目中 根本就看不起朱小珍 他认为网友们把朱小珍抬得太高了 所以他不认可网友们的说辞 还有一点 之前网上传的西藏冒险王的去世 跟兄弟堂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又是西藏 兄弟堂 林生斌 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串联到了一起 到底是巧合 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呢 让人想不通 有网友表示 视频是假的 视频中的人根本就不是林生斌 但是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那个人的脸长得和林生斌一模一样 林生斌又不是双胞胎 世上怎么可能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两个人 如今的林生斌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谁都不知道最后还会有怎样的事情浮出水面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网上多爆料一些 网友们就会离真相更进一步 相信早晚有一天 林生斌的事情会真相大白 本期视频信息量有点大 希望各位耐心观看 如果真心娱乐圈讲得好 就长按点赞加关注 转发和评论也都可以走一波 这些疑点在之前的 很多网友也都曾经提出过 不过看完女律师的分析与质疑 的确 他们的专业性比我们普通网民夹杂个人情绪的质疑 专业很多 女律师其中一个质疑是 火灾发生时关于拨打120电话的人是谁 党林山当时说因为他未成为了保护未成年人 所以并没有对他细致的询问 那到底拨打电话的孩子有多大 他用的谁的手机 这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是谁 这些在四年前并未搞清楚 该位女律师也引用了相关法律的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作证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的 询问未成年人士 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看到朱舅舅的发文 还宋祖德的动态内容 有点可以长呼一口气的感觉 希望地下有知的朱小珍和孩子们能够看到 有人在为他们的冤死奔波忙碌 也有正义之人在为他们声讨那些坏人 宋祖德披露林生斌和认真真动态发文 有人作假混淆视听2021年8月16日 关于林生斌的事件 宋祖德再次发文称 习简吹朋友圈更新 小三的小作文更新 都是假的 他们根本无法操作手机 的确我们在很多平台上 看到了疑似认真真的人 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小作文 说的跟真的一样 但是对于本月初杭州通报的事情 却没有转发 这也让网友很是诧异 别对广大网民的质疑大作文章 我们并不造谣 只是把心中的疑问说出来而已 一直以来 林生斌都是申请好男人的代表 但自从如今朱小珍和孩子们离去的事情 再次被翻出来以后 不少人也开始给这个所谓的申请 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恶 如今 有网友质疑及举报林生斌涉嫌偷税漏税 非法公开诈捐募捐 有关部门已经展开了调查 在此之前 林生斌就已经在此事上被捶过 当年他表示为了纪念逝去的孩子 也是为了给孩子基辅 所以他会创立一个用孩子名字命名的品牌 并以此品牌做公益 在2021年6月30日 林生斌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 打破了本已尘封多年的事情 一开始大家都怀着祝福的心态 微博评论一水的祝福 很开心林生斌 并能够从那场灾难中走出来 但是细心的网友这个时候就发现 把孩子出生时间的倒退回去 就发现了林生斌孩子出生的猫腻 2021年是孩子出生 怀胎十个月 就是说2020年怀孕的 那起码要认识一年才会结婚生子吧 那大概推算下来就是2019年 而火灾发生在2017年6月22日 当时造成了林生斌的妻子 朱小珍和三个可爱的孩子死亡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 没想到孩子也在里面这句话的意思 他是知道家里要发生火灾事故 孩子只是个意外 家里的狗提前一天带到了公司 为什么不放家里 如果狗那天在家 有动静狗第一时间会大声叫 那么朱小珍母子就会发现家里有情况 就会及时拨打110电话求救 可是林生斌把一切设计好了 趁小珍母子出去旅游找人 换掉了密码 所有设施改了 精心策划利用保姆纵火达到谋杀妻儿的迷惑 在宋祖德的书里中曾经多次提到了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叫兄弟堂 这个组织对外是说越野爱好者同盟 但是事实如何我们也不清楚 宋祖德深入了解之后称 这个组织没有注册 而且很神秘 似乎组织内部有着一些规定 类似于法律一样 如果违法了就会得到处罚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暴风雨来之前一切都很平静 然而 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 却已是暗流涌动 相关部门已开始行动 也接踵而至的是几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一是这将相关部门已启动复议程序 尽管林生斌的案子已经过去整整四年 而且还以系保姆默幻精放火盖棺定论 再说默幻精也被急忙处决 表面上看 一切已成定局 重新审理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考虑到网友如此多的质疑和公愤 以及这一事件所带来巨大社会影响 因此 据可靠消息称 有关方面已经接受了林生斌事件的附身 二 林生斌目前的监视居住 自从林生斌出世后 很多网友都听说他逃到了澳洲 但事实是他在杭州 而且千方百计找人公关 到处撒钱洗碗 还有听宋祖德说 林生斌正在想办法将财产转往国外 其中部分资金通过香港的地下钱庄 转移到国外去 但林生斌仍未逃到澳洲 一方面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比如说财产还没有转移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被监视居住 行动自由受到一定限制 每件事开始巧合 但每件事又全在林的计划里 这个人智商太高了 消耗完死去的家人 又想借新生女儿 再创造网络争议 黑粉也是粉越是有争议 名声就越大 网络知名度就越高 智者千率 人算不如天算作用四百万粉丝的他 没想到会全部站起来声讨他的为人 他才自以为是了 以为四百粉丝全是他的人脉 也全部支持他 公布生女 也是他太自信 自己魅力了 他以为大家全被他魅力迷住了 想借一部分黑粉再创网粉新高 想一千万粉丝 想挣更多钱 想成新的首富 人心不足蛇吞向 当年朱小珍说他有小三 他厌倦了自己原来的爱人才会找到认真真 然而跟认真真在一起之后 他才明白他不是真的喜欢认真真 只是一种新鲜感的心理在作祟罢了 他的婚姻缺失了这种新鲜感之后 就会迅速衰退下去 林生斌现在的所作所为 就仿佛是全然忘记了自己现任妻子的存在 这对于认真真来说 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作为保姆纵火案的唯一幸存人 他的生活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也有不少人给他提供机会 可没想到人家在收到巨额赔偿款之后 状态恢复得特别快 仅仅四年的时间就取其胜子 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 大家知道此事后 都呼吁相关机构重新调查火灾案 想要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 杭州公安经过调查后 没有发现作案的线索 算是帮助澄清了 尽管杭州通报中替林生斌 小乐解释清楚了很多的细节 可网上的人依然揪着不放 甚至还想要更详细的答案 宋祖德接受了大家的嘱托 一直在搜集林生斌的证据 甚至还失明举报了对方偷税漏税 这一案件还在调查中 在于月仙去世之后的首次直播中 也是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 然而其中的一番爆料 却是暗示了于月仙的去世疑点重重 搭档的离开 对于王小宝来说 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于月仙去世之后的首次直播中 王小宝的表情一脸凝重 显然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 看到这个状态的王小宝 让不少网友都是纷纷鼓励的 直言让他不要太伤心 王小宝在直播中回忆起来 还是感到难以置信 不过不少人 却对于月仙的安葬方式产生了质疑 毕竟于月仙生前是回族 因为他们的信仰问题 他们更提倡土葬 于月仙火化的方式就遭到了指责 直言他们有损回族的形象 但是不管是什么方式 还是要尊重于月仙家人的决定 毕竟适者为大 和小乐结婚生子后 林生斌夫妇就靠着卖惨 各种消费王妻 朱小珍和三个孩子 让他们小两口赚得盆满不满 起初 大家都是比较同情林生斌的遭遇 因此才会各种支持林生斌的事情 近期 宋祖德再度报猛料 称林生斌夫妇目前极度恐慌 要是没有被控制 怎么可能不转发之前 杭州警方的通报 此外 已经有知名导演 递交了举报材料 对方希望能保护自己的隐私 因此不让透露姓名和性别 没有新闻发出 都免不了有公众人物出来发声 譬如 吴亦凡事件中的作家六六 马薇薇等 而今的霍尊事件 则是作家陈兰站出来 陈兰是何许人也 陈兰网名深海水妖 百度百歌 对其的介绍作家协会会员 专栏作家 编剧 电视评论员 儿童救助机构 小希望之家的创始人 他对自己的认证是 作家 编剧 儿童保护工作者 之前 朱小珍父母就说过 女儿知道 在林生斌的外面有女人 既然男人在外面 那自然是不顾家 也许 朱小珍所说的林生斌外面的女人 是现在的妻子小乐 关于这一消息 许多网友都在提出自己的质疑 可却有人吐槽 说是大家阴谋论 真的是难以理解这种说法的人 我们不阴谋论 我们这是合理的质疑 请不要把质疑说成阴谋论 难道我们连质疑的权利也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